习近平率领新旧领导班子走进来 听取大陆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做最后一次工作报告 发扬斗争精神 针对美欧炮制涉台涉港涉疆法案和佩洛西窜台等发表严正声明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不同于去年汪洋提到两岸议题是轻轻放下 这一回是左打美国右打欧洲 表明陆方严正立场 正值中共中央换届年从未职的安排也耐人寻味 习近平右方是二十大后浮出台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新常委 官媒镜头还刻意停留在一票习家军人马的脸上 包括内定的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人大委员长赵乐际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常务副总理丁薛祥 中纪委书记李希 而即将接替汪洋当上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的王沪宁 更是政协会议上的主持人 而接下来他主长对台工作 政治学者出身的他 不走武统路线善于打思想战 包括对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也是他 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则内定为政协副主席 两人会将两岸带向怎样的新局面 备受各方关切 接下来两会重点还包括人大上公布的军费 和大陆全年GDP目标会落在什么数字 大陆正走出疫情锁国的影响 权力拼经济将会是今年的首要目标 有消息指出呢 今年大陆会把GDP增长定在6% 能不能旺六文武将在五号的人大开幕式上 给出答案 以上是记者联系线人 配于北京采访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证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